如何折小飞鼠 小飞鼠又名 无鼠 飞鼠 它们体型较小 头圆文短 眼大而圆 十分可爱 今天 就让几分钟来教你如何折小飞鼠 你将需要 一张正方形纸 一支黑色水笔 第一步 将正方形纸 沿两条对角线分别对折 留下折横后打开 第二步 将左右两个脚对齐焦点向内侧折 再将左右两条边 沿对角线向内侧折 第三步 将纸完全展开 左边的脚沿第三条折横向右折 再以这两个点为顶点 将脚向左翻 右边相同折法 成为这个形状 第四步 沿这两个点所在的直线 将下半部分向上折 再将其向下折 使这一点刚好落在底边上 第五步 将上半部分对齐这个焦点向下折 再沿四分之一处向上折 成为这个形状 第六步 将这个脚对齐这条边向上折 留下折横后打开 再把这个脚向左翻折 压平 左边相同折法 得到小飞鼠的尾巴 第七步 把下面的脚向上翻 使这两个点对齐底边 然后把整个模型翻到背面 第八步 把这两个脚先向上折 再向下折 成为飞鼠的耳朵 成为飞鼠的耳朵 第九步 把这个部分向上折 同时背面随之翻出 成为飞鼠的头部 将底下的脚向上断折 成为飞鼠的嘴巴 最后把嘴巴涂黑 并给飞鼠画上眼睛 你知道吗 飞鼠的前肢和后肢之间 有一层像降落伞一样的膜连接 因此它们可以像滑翔机一样 在空中飞行 飞鼠是一种珍稀动物 美国卡罗莱纳州 已把它列入 冰威动物名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